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两人同框时的细微动作 请问玄冰先生 你的绅士风度去哪里的呢 玄冰孙艺珍这对绯闻情侣从合作爱将以来让无数粉丝入坑 虽说恋情被否认多次 但从肢体动作来看却让粉丝们越磕越深 毕竟眼神动作 这些细微动作是骗不了人的 今天就来给大家说说玄冰是如何把绅士风度抛之脑后的吧 两人因为是顶尖级别的人物 在第一次合作就受到无数人的关注 观众们连露眼都不放过 在其中一场露眼中因为停电的缘故 大家都表现得很放松 每当导演在说错话或者是开玩笑的时候 玄冰总会将自己的上半身靠向孙仙 甚至直接靠在孙仙身上像个小奶狗一样 谁注意到孙仙的举动呢 这也太淡定了吧 在被人谈笑时 玄冰总会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但到孙仙开口说话时他却成为全场最佳聆听者 将眼神锁定孙仙位置 偶尔还会点头做出肯定的样子 一脸认真 这样盯着女同事看的玄冰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不过宾妮也有控制不住自己表情管理的时候呀 当孙仙说自己不喝烧酒的时候 他却将头转过去偷笑 难不成两人私下经常一起喝不好意思拆穿对方的谎言吗 或许是认为两人太登对的原因 一或者是现场表现过于亲密 就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当中问道 两人现实中CP感的事情 同时也提到为何两人没能再早期合作 对于这个问题孙仙还是很机灵的直接甩给宾妮回答 不过宾妮显然被这一问题弄得惊慌失措 只好提起手中的酒杯自罚一杯了 原来那个时候的宾妮已经显示出憨憨的样子了哦 除了第一次合作外 在这次挨降中两人的关系增进了不少 在花絮中宾妮亲自为孙仙摘掉头上和衣服上的脏东西 两人的表现显得十分自然 没有任何的生疏感 和之前两人与别人之间的互动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可不要忘记 曾经留人娜小姐姐就曾爆料 玄宾让造型师帮助自己拿到衣服上的脏东西 如果自己亲手去弄的话会有些失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玄宾先生 却在孙仙面前出现了双标 此处不得不心疼一下留人娜欧妮 估计只有孙仙才是一个例外吧 除了身体触碰到对方以外 宾妮还会从孙仙手中直接抢东西 这样调皮的金二爷很是令人意外呀 虽说目前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但在粉丝心中还是很希望两人能够假戏真做的 最后就让我们慢慢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吧 大家认为两人最终会走到一起吗 韩兴选宾和孙义珍因戏结缘 继极致对决后 两人在新剧爱的颇降再去前缘 这对俊男美女的组合 也让粉丝们巴不得他们假戏真做 甚至还传言两人将在爱的颇降播完后结婚 不过也有留言指出两人早已分手 对此经纪公司作出回应了 但是1月21日台湾媒体报道称在LV某所超市 遇到了悬宾和孙义珍 悬宾推着购物车 一身黑衣打扮 戴着帽子十分低调 而孙义珍也是秋贤风打扮 戴着黑帽子 在这组照片中 有一张是悬宾和孙义珍站在一起看商品 从身体距离来看 二人挺亲近的 台媒拍到的照片很快被放到了印子上 很多人都期待公司快点回应 但至今两家公司都没有发声 从这组照片来看 这个恋情应该是坐实了 据述 悬宾此次去LA住了很长时间 而这期间是孙义珍的生日 如此来看 二人应该是热恋状态 很多人不懂 悬宾帅气 孙义珍漂亮 这两人地位外貌相当 怎么看都是朗才女貌 天作之和 为什么他们公司不愿意承认呢 和理财测是和玄冰最近有剧再播有关 当时玄冰主演的阿尔汗布拉公的回忆 刚宣布结束 这部戏虽然在韩国收视了一般 但是对于玄冰的事业助力特别大 玄冰靠这部剧吸了不少女友粉 即使现在的她是韩国娱乐圈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毕竟还是一名艺人 需要时时刻刻考虑粉丝的想法 以及公司的精英 被爆出和孙义珍损绯闻的时候 大多数韩国网友都送上了祝福 但也有一部分极端网友认为这二人不配 甚至有不少女友粉递死孙义珍的言论 玄冰如果处理不好粉丝的言论 可能会给爱人带来伤害 因此网友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官宣即可 希望他们能真的在一起 毕竟二人真的很配 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 孙义珍的经纪公司回应 不管是结婚和分手 两种说法都很不像话 或许因为电视剧回响很好 大家很喜欢两位演员合作 才会出现这种传闻 经纪公司也希望观众多关注电视剧本身 玄冰的经纪公司 则是直接否认传言 爱的颇降结局后 大家还是无法出坑 最近有网友翻出玄冰和孙义珍 过去在颁奖典礼同台的画面 孙义珍穿着一身长礼服 和黑西装的玄冰看起来真的太配 让好多网友都说 这好像是两位的结婚典礼 其实玄冰和孙义珍合作爱的颇降前 就有过很多奇妙缘分 玄冰和孙义珍合作爱的颇降前 就已经结缘了 2014年 他们曾在复穿国际奇幻电影节 同台领奖 玄冰穿着一身黑漆装 而孙义珍称穿淡偶色常礼服 两人同框的画面被网友说 好像结婚典礼 玄冰和孙义珍在台下位置 正好被安排在一起 看过去 两位超像在聆听宾客演讲的新人 上台后 玄冰和孙义珍还对视微笑 气氛简直不要更甜 玄冰和孙义珍这个时候还没有合作过 但已经很有CP感了 果然一合作爱的颇降就火花四亿 更早之前 孙义珍就曾经客串过秘密花园 当时孙义珍演的就是自己 他很喜欢读了吉罗林前辈的剧本 所以自己跑来试镜 不过孙义珍在剧中没有和玄冰同框 因为是客串 孙义珍只出现了短短节目 但灵活的表情演技 还是得到网友一致好评 可惜孙义珍没能和金组员社长相遇 不然傲娇社长爱上又美又酷大明星 这故事发展看起来也很有趣啊 爱的颇降玄冰和孙义珍童年照长超像 拥有超强夫妻脸 最近有网友翻出玄冰和孙义珍小时候的照片 让大家很惊讶 原来两位从小就有夫妻脸 图片左边是孙义珍 右边是玄冰 两人都有着圆圆的大眼睛 乍看之下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 有网友也注意到孙义珍的爸爸 大家惊讶的发现孙义珍爸爸和玄冰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眼睛和笑起来的部分 大家一看到这些照片 都说玄冰和孙义珍根本天生姻缘 还说如果两人以后生龙凤胎 应该长得就像小时候的自己吧 玄冰和孙义珍是因为合作极致对决 才开始传绯闻的 这一部其实是犯罪剧情片 没有正式的爱情戏份 但玄冰和孙义珍凭着超强的CP感 硬是让这部剧多了爱情的氛围 剧中玄冰演的是国际犯罪头目 敏泰酒 但一碰到孙义珍饰演的警察 就开始调戏人家 问对方三围多少 称赞人家长得很漂亮 还邀请他一起去喝烧酒 几支对决看到最后 大家都很希望美女警察赶快和罪犯私奔了 爱德波将郑鹤与势力在北韩相爱前 其实在瑞士就曾有过缘分 没想到玄冰和孙义珍 现实中也有这么多的前缘 选宾和孙义珍不在一起真的太可惜了 选宾孙义珍在爱德波将中 演技实在是高 成功的让人们误以为剧中的甜蜜爱情 也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来 希望现实中 他们也是以恩爱的一对 但从当事人一次次的否认中 也许他们真的没有恋爱 爱情的一些事 若不是当事人 局外人是说不好的 你以为的万分般配 在当事人看来或许彼此只能是凑合 但感情的事从来就不是凑合的 即使勉强凑合在一起 也结不出幸福的果实来 所谓的拉郎配 都不能成就幸福的爱情 爱情永远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也只有真心相爱的人 才会为对方付出真感情 才有可能有幸福的爱情婚姻 反之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同床异梦 因为没有爱 所以会有更多的痛苦 选宾和孙义珍一个情史丰富 一个情感简单 相爱很美 爱情很甜 作为喜欢孙义珍和玄冰的吃瓜群众来说 都希望他们在一起相爱 但愿他们的否认恋情是假的 也结不出幸福的果实来 所谓的拉郎配 都不能成就幸福的爱情 爱情永远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也只有真心相爱的人 才会为对方付出真感情 才有可能有幸福的爱情婚姻 反之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同床异梦 因为没有爱 所以会有更多的痛苦 玄冰和孙义珍一个情史丰富 一个情感简单 相爱很美 爱情很甜 作为喜欢孙义珍和玄冰的吃瓜群众来说 都希望他们在一起相爱 但愿他们的否认恋情是假的 感谢观看